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世界末日话题我们这个频道聊过很多次了 我们今天尝试从另一个清奇的角度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提醒一声 本周的会员节目已经发表了 宇宙中有无数的神秘力量 在人类看不见的地方 不知不觉的能够改变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 请记得收看这一集看不见的宇宙之首 世界末日的说法是从哪来的呢 是来自于圣经启示录 但启示录只是给出了征兆 并没有给出末日到来的时间 在基督教信仰中有一个千年情节 以耶稣的诞生为公元元年 认为每一个千年的末尾 都会有不同寻常的大事发生 那么对末日到来的时间 做出准确预测的人最有名的一位 就是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 他传世的预言诗集 《诸世纪》的第十季第七十二首当中就说 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未使安格鲁亚王复活 届时前后马尔斯在统治世界 说是给人们带来幸福或者好运 短短的四行师传递着可怕的信息 于是人们就笃定的认为 1999年7月就是最可怕的世界末日了 但是这一天过去了 地球一路既往的运转着 人们该度假的度假 该上班的上班好像啥也没有发生啊 10年之后的2009年 美国灾难大片《2012》上演 讲述人类在2012年遭受灭顶之灾 这部大制作的末日灾难片 灵感是来自于玛雅古老的预言 于是末日预言和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说法再一次火透全网 网友们纷纷纷追问 玛雅预言到底准吗 2012真的会是世界末日吗 那咱们这里呢 先解释一下玛雅预言的来历 20世纪初 探险家们在墨西哥 塔巴斯科州的南部 找到了一个古代玛雅人的遗址 名叫托尔图盖罗 它是玛雅古典时期的城市遗址 我们就称它为托尘吧 托尘兴生于公元七世纪 到了二十世纪 这个遗址早已经被人遗忘 破败不堪了 1970年考古学家们决定 抢救性的发掘托尘遗址 考古学家从遗址当中 发现了一座石制纪念碑 现在起名叫六号碑 石碑乍一看并不起眼 但是当专家们翻译出石碑上的玛雅文字之后 都惊得目瞪口呆 因为石碑上的信息 大概可以总结成一句话 玛雅这一期文明 将在经历13个伯克顿后迎来结束 此时一位叫做卡乌的大神 会从天而降 卡乌大神在古玛雅神话当中 是一位创世和再造的全能神奇 所以玛雅文化研究者就认为 这位神灵出现在明文当中 就说明玛雅文明的结束 不仅是这个文明的结束 还具有非凡的宇宙意义 应该是对应着世界的一次巨大变动 可能就是基督教所说的世界末日的到来吧 那什么又叫伯克顿呢 它是玛雅人长记地当中的一个计时单位 一个伯克顿就是14万4千天 大约是394.3年 那13个伯克顿就是大约5126年 但是让专家们感到挠头的是 并不知道5126年这个阶段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得知道它的开始日期 才能够算出它的截止日期 也就是那个世界末日会来临的准确时间 于是各路专家纷纷在玛雅的遗迹和古籍里面搜寻 希望能够找出答案 终于1983年 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谢瑞尔兴奋的发言 说它考据出来了 玛雅文明的创世日是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 而5126年13个伯克顿之后结束 结束日期就是2012年12月21日 这个日子就是电影《2012》当中所使用的末日时间 对应着玛雅神秘的2012预言 可是 现在都2024年了 2012年12月21号都过去快12年了 按照玛雅的长纪力 一个新的伯克顿也应该开始了 可是人们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着 世界末日这个大灾似乎也没有到来 于是人们就开始嘲笑末日理论 但是有人却发现了蹊跷 这并不只是预言不准那么简单 这得从一种叫做曼德拉效应的特殊心理现象说起 2010年一位爱好超自然现象的美国博客主 叫做菲安娜布梅 他发现自己关于南非黑人领袖 纳尔逊曼德拉的记忆与众不同 他记得曼德拉在1980年代就在监狱中死去了 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电视中播放的丧礼情况 还记得曼德拉的疑讯温尼曼德拉在丧礼上的致辞 那有这么多的细节 这种奇怪的记忆来自于哪里呢 在我们大多数人记忆当中 曼德拉确实1980年代基本都在监狱渡过 1990年他获世 1994年成为了第一任南非黑人总统 直到2013年才离世 那怎么可能1980年代他就死于监狱中了呢 菲安娜对自己的这种包含了细节的错误记忆 也感到非常不安 是不是自己有什么病了 他就开始调查研究这种现象 结果他惊讶地发现 居然有数千人和自己拥有一样 关于曼德拉的这种错误记忆 然后他进一步发现 这种与众不同的记忆现象 还可能出现在其他许多事物上 比如影视剧目 地理宗教等等 比如在电影《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当中 很多人记得达斯韦达告诉卢克说 卢克我是你爹 但实际上你如果再看那个片段 你会发现韦达说的是 不我是你爹 因为卢克在与韦达比见的时候 愤怒不已 他说韦达杀死了他父亲 所以韦达当时是在纠正卢克的说法 并不是在向韦克宣布一个什么重大信息 菲安娜给这个现象起名 叫曼德拉效应 意思就是说 少数人对过去某个事件或物品的记忆 和大多数人的记忆不同 主流心理学家对菲安娜的这个发现 是不屑一顾的 他们认为所谓的曼德拉效应 不过就是虚假记忆而已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布鲁尔博士就说 所谓的曼德拉效应 其实是不存在的 就是对某个事物或者事件的记忆失败之后 大脑使用它的周边记忆 从其他事件当中再提取一些元素和片段 把这些记忆碎片 重新整合成一个有意义的事件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已 这个记忆本身是大脑创造出来的 它不符合事实 是虚假的 布鲁尔博士认为 虚假记忆不难产生 在日常生活中 它天天就在发生 因为人一旦记不清某件事情 别人给他一些提示 提供一些相关信息 甚至故意提供给他错误信息 都可以帮助他重塑记忆 这个记忆是大脑再造的 和事实有可能相差万底 当然 如果曼德拉效应就是虚假记忆现象 它就没那么吸引人了 但是一直有一部分人坚持 曼德拉效应不是虚假记忆 因为曼德拉效应是被一个群体所共享的 它并不是发生在人群当中的随机的零散的现象 而且往往对于重大事件 会有一定比例的人出现非常相似的记忆偏差 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专家 李兹万·维尔克 在他的一本书 叫做《模拟多元宇宙》当中就认为 现在其实没有任何一种理论 能够完美解释曼德拉效应 维尔克博士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著名雕塑家 罗丹的名作《沉思者》 他说游客看到这个雕塑之后 都会模仿雕塑做出思考的样子 然后拍照留念 但是如果你留意观察这些模仿者的照片 你会发现 他们通常会把握住拳头的手 放在额头做沉思状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看到的沉思者雕塑 用的就是这个姿势 但是我们来仔细看沉思者 你会发现 雕塑里的角色 他的手背是拖住下巴的 手指是指向喉咙的 是以这个pause来思考的 并没有把手握成拳头 那这样看起来观察者们的记忆的确有误 但是如果记忆有错误的仅仅是观众也就算了 观众观察不仔细很常见 但是雕塑家罗丹自己 后来在写文章提到陈思九的时候 也说这个塑像是握着一个拳头的 更扯的是罗丹常用的雕塑模特肖伯纳 在雕塑发布两年之后 在伦敦展出的仪式上 他也摆pause拍了一张照片 模仿当时模特的姿态 也是一只手握着拳头 放在额头上的 和这些所谓有错误记忆的观众 并没有不同了 难道说雕塑家罗丹 模特肖伯纳和观众们 都一样有了虚假记忆吗 这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他们的记忆 明显和真实的雕塑有偏差 那看起来这个情况 也符合曼德拉效应 所以维尔克认为 曼德拉效应 尤其是对大事件的记忆 从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 都在某一个群体内 有相似的记忆 和主流人群有差异 那么更好的解释 恐怕不是说 这部分人都产生了虚假记忆 而是一种多元时空现象 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状态 有着多种不同的版本 它们存在于不同的时空当中 当你现在 对过去某个大事件的记忆 和大众不同 却和小众一致 那很可能你记得的那一幕 在某一个时空当中 是真的发生了 只有较少的一部分人 接触到了那个时空 你是其中之一 那么你的记忆 就表现出了曼德拉效应 维尔克虽然也承认 某些记忆现象 用虚假记忆来解释 可能更合理 但是另外一些重要事件上 表现出来的曼德拉效应 恐怕用多元时空现象来解释 更加合理 如果维尔克的理论成立 也就意味着曼德拉 在一个版本的时空当中 1980年代就死于狱中了 在另外一个版本的时空当中 他后来出狱成为了总统 一直活到了2013年 前一个版本是被少数人所感知到 后一个版本被大众所认知 两个过去都存在 那么过去和未来 真的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吗 在量子的世界里 未来和过去的确可以有多个版本同时存在 而且未来发生的事情 还能改变过去的事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经典的双缝实验 简单地说 就是一束光波穿过两条狭长的缝 然后照射到屏幕上 形成多条光带就像这样 或者形成两条干净的光带 第一种结果叫做光的干涉条纹 这个结果是在实验现场 没有观察设备 也没有人盯着的情况下产生的 显示出的是光的波特性 就像水的波纹一样 互相交互 互相增强或者减弱 第二种结果 显示出的是光的粒子特性 它只落在一个地方 不会产生水波那样的波纹 它是在有人盯着 或者是有设备监视的情况下产生的 这个实验证实了量子的玻璃二相性 同时也揭示了量子世界的一个奇妙特点 就是量子是什么状态 只有观察者去观察的时候 它才会确定下来 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 在上面这个实验的基础上 又设计了一个新版的实验 叫做惠勒延迟选择实验 惠勒认为这个实验证明 哪怕是过去存在的量子 它的状态 也可能因为未来出现的观察者 而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 未来发生的事情可以改变过去 不仅仅是过去可以改变未来 那这个说法大家听起来 是不是觉得很惊悚呢 在1985年的好莱坞老电影 《回到未来》当中 主角是回到过去 通过对过去的事情 做出一些改变来重塑未来 这也是我们通常 所理解的穿越片的思路 然而在量子世界当中 这种改变是双向的 你可以通过观察未来 从而改变过去的量子状态 不过惠勒 只是思绪飞扬出了这个实验 当时他并没有做 直到1998年 美国物理学家斯卡利 带领的一个团队 才在实验室里完成了这个实验 证实了惠勒的想法 新版实验 在双缝实验量子玻璃二相性的基础上 又利用了量子纠缠的特点 简单的说 就是团队从一个晶体里面 打出两个光子 让它们处于互相纠缠的状态 啥叫量子纠缠呢 就是两个量子某些特性 始终紧密相连 无论它们相距多远 哪怕一个在仙女座 一个在地球上 相距250万光年 这种联系都存在 一个量子改变 另一个它一定跟着变 而且是远超光速的顺变 在斯卡利的实验里 从晶体中打出两个光子 一个光子射向屏幕 屏幕这边既没有人盯 也没有监视设备观察 光子从两条缝的哪一条缝穿过去 于是结果当然是确定的 光子在屏幕上会形成干涉条纹 而另外一个光子呢 通过双缝当中的一条 在反光镜上反射之后 再射入观察设备 所以如果它穿过的是A缝 走红色的路线 观察设备会知道 它来自于A缝 如果它穿过的是B缝 走蓝色路线 观察设备也会观察到 它来自于B缝 请注意 观察设备始终是在 第一个光子射向屏幕 已经着陆之后再观察 所以才叫做延迟选择实验 直接说结论就是 射在屏幕上的光子 在未来的观察行为发生以后 它的状态就会确定下来 但是如果未来观察不到 光子的来路呢 那早先射向屏幕的光子 它状态又会回到不确定状态 达成后面这种 不确定状态的实验过程 是这样的 当光子穿越A或者B缝之后 在这里穿越风光镜 部分射入观察设备C 部分射入观察设备D 由于来自于A或者B缝的光 都会部分进入到C和D 所以观察设备 是搞不清楚光子的来路的 来路不明 于是光子在观察设备上 就会形成干涉条纹 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第一个已经在屏幕上着陆的光子 也会呈现出干涉条纹 就像未来被观察到的那个光子 扭过脸去对那个和他处于纠缠状态的光子说 他们搞不清楚我的来历 放心放飞自我吧 于是已经着陆的那个光子就顺变了 也恢复成干涉条纹了 这个实验证明 在量子世界当中的规则 的确和我们所生活的宏观世界相当的不一样 那么回到前面所讲的 曼德拉效应和维尔克的假设 如果我们所生活的宇宙存在着多个时空 那么的确有可能未来发生的改变 可以把过去的状态也一起给改写了 也就是说 曼德拉也许真的在1980年代就过世了 但是有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介入 把我们的历史整个平移到另外一个时空中去了 在这个时空当中 曼德拉不仅出狱 而且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而且还成为了南非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首任黑人总统 他于2013年离世 假设 这个历史的平移动作发生在1990年 1990年曼德拉又生龙火虎地从监狱里出来了 可是 在原来那个时空当中的安排 他在1987年就死去了呀 那么请问 我们会看到曼德拉从坟墓当中破壁而出 又精神头十足的指点江山吗 当然是不会的 那样的话就太过惊悚了 把人类的思维全部打乱了 人类社会就不是这个状态了 所以改变了这一切的那个超级力量 就要把1990年以前 关于曼德拉的一切一切 同时都给改写了 就连曼德拉什么时候眨了一下眼 什么时候咳嗽了一声都不会放过 所有人关于曼德拉的记忆 巨细无疑都被重置了 当然也包括了他在1987年离世 这个丧礼是怎么办的 还有从1987年到1990年之间的一切事情 就像在上面讲的量子实验当中 光子在未来的状态一旦确定 另一个和他处于纠缠状态的光子 过去的状态也瞬间做出同样的改变 正因为有关曼德拉的一切 巨细无疑的被全部重置 那我们就感觉不出任何异常 仍然活在迷迷灯灯灯当中 人世仍然是一个迷的世界 但毕竟有少部分人记忆擦除的不彻底 还记得曼德拉在1987年去世 于是他们就觉得自己的记忆出错了 他们共享了这部分所谓的错误 于是就发生了曼德拉效应 再回到我们故事开头提出的问题 1999年预言中的世界末日没有出现 2012年的世界末日也没有发生 可是却不断有通灵人士说 自己明明看到世界末日已经发生了 难道说自己一贯很准的星盘不准了吗 难道说自己看到的不做数了吗 就让他们苦恼不已 结合上面对曼德拉效应的解释 我们思绪飞扬出这样一种剧本 会不会有一种强大的宇宙智慧力量 类似于《玛雅六号石碑》当中所提到的创世大神卡乌 他从天而降改变了一切 他为人类增设了一个时空区间 给世界末日按下了暂停键 把整个人类平移进了新的时空 暂时避开了末日之劫难 当这种未来调整发生的时候 也相应地把过去全部相关事件也都重写了 而一些人的记忆接触到了原来时空当中的事件版本 于是就发生了曼德拉效应 可能有朋友会问 为什么大神要按下了世界末日的暂停键 要额外地插入这段时间呢 那么也许真的我们这个时代很特殊 有一些重要的使命等待完结吧 在所有古老的信仰中都认为 世界末日何时到来 它是关乎着为何会有人类这个最重要的真相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今天的话题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订个月关个柱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暂时避开了末日 就是说末日最终还要来嘛 那得抓紧时间找到这个最重要的真相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